新中国成立以后 人民海军共举行过六次海上阅兵 第一次是1957年8月4日 这是中国海上力量的首次宣示 也宣告中国正式结束了 百年有海无防的历史 第二次是1995年10月19日 在黄海某海域举行的海上阅兵 第三次是2005年的8月18日 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中 主行的分裂式 这个也被视为中国海军三大舰队 现代化的集中展示 第四次是2009年的4月23日 人民海军喜迎六十华旦 在青岛主行的海上阅兵 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邀请外国军舰参加阅兵式 第五次是2018年的4月12日 在咱们南海主行的海上阅兵 这个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辽宁舰航母编队领衔50艘现代化的主力战斧舰艇 精彩亮相 场面非常壮观 想必各位战友还是记忆犹新吧